像老麦也是这么吃 酒阴白骨爪 我就说你阴气重吧 欢迎回到佳盟小厨房 今天我们带大家逛一逛 Costco的Business Center 也就是Costco的商业中心 它和我们平时逛的 Holesale是不一样的 它的营业时间不同 无论是开门还是关门的时间 都更早 来Business Center逛的人比较少 就连周六周日人都不算太多 平时人就更少 它相对于Costco Holesale来说 它没有那么多的种类 比如它没有配酱中心 药店 熟食 烘焙 这些都没有 不过它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货品摆放的位置 基本上不会变 今天来在这儿 下次来还在这儿 就买起来非常的友好 它的包装相对于Holesale来说 更大 但有一些包装虽然大 可对于我们这种家庭来说 也比较友好 具体是哪些产品 一会我们逛到的时候 我再具体给大家介绍 我们就先来看看 我们最关心的亚洲食品 得了哪些 元气 森林 在奥兰多这东西就非常的值钱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连亚洲超市都没有卖到 那有四种口味 桃子 荔枝 葡萄 橙子 卖点是 灵卡 它这个是代糖 所以它可能那个味道上 它就有一点奇怪 我说不清楚 人工的痕迹太重了 对对 而且我从来不喝这种饮料 因为不吉利 为啥呀 灵堂 啥啦 现在越来越多了中国人喜欢喝印度奶茶了 我特别感兴趣 想尝一尝 我也感兴趣 我也感觉喝着喝着能喝出一块五花肉来 这可以配五花肉喝 我决定你的吧 这Business Center也有自己的Coupon Book 它每个月也有折扣 你看这些折扣都写在上面 就跟我们平时拿的那个Hosel的折扣是一样的 它每个月都有产品在打折 所以我觉得我们祝达奥兰多 而且最好的地方 它基本上和Hosel是交替进行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祝达奥兰多 这一点还是蛮幸福的 买Coupon Book的东西就总能买到打折的 因为它就是交替进行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就比如说这小熊的卫生纸 上个月是在Hosel打折 那这个月就在Business Center打折了 鸭子 而且这鸭子是清蒸的 是USDAA级的鸭子 大概是18 18块钱 我觉得非常划算 如果你想吃个烤鸭 或者是炖个什么鸭汤什么的 就可以来Coupon Book Business Center 外面也有 但是没有这么大 它这个比外面明显的也大一圈 关键是我觉得它划算吧 这个厉害了 大家可以理解成童子鸡 它是5到6周的那种小鸡 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细腻 非常鲜嫩 然后也没有什么那种腥骚味 所以它非常适合用来做小鸡炖蘑菇 或者是你直接整只去烤也行 因为它已经去掉了所有的内脏 它已经完全处理好了 它卖27块钱6只 我觉得非常划算 这个羊肉馅我要重点介绍 首先它是新西兰的 百分百草寺对吧 不含抗生素 不含激素 它的品质是百分百在线的 这个羊肉馅 你在其他的超市是很难找到的 但是Business Center有 最重点的是它是spring lamb 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就是 春天的羊肉 它是春天出生 并且只养了3到6个月的小羊羔 那就没有那么多山腥味 对 它非常非常好吃 非常的嫩 它一磅才6块多 哇 大家知道这个品质 在whole foods要卖多少钱吗 估计得20块钱一磅 我们做过羊肉烧麦 可以吃这羊肉烧麦 必须必 山羊的带骨头的羊肉块 山羊就是不是一年之内的羊 没有那么嫩 对 它没有那么嫩 它相对来讲肉质比较紧实 而且它更有点像那种野味 山味会更重 所以你处理它的时候 你就需要更多的调料 才能把它那个山味压住 但人家有的人是喜欢吃山羊的山味了 可以拿它做羊汤 对 这就是羔羊的 对这就是一年内的羊的带骨头的 应该给你分好块的 你拿来可以做各种炖羊肉 我觉得用它来做羊肉包 应该非常好吃 可以做羊蝎子 可以 用它做羊蝎子百分百好吃 60块钱 而且60块钱 15磅 才4块钱一磅 这个又是新西兰草寺的 它是short cut short cut就是 它把里边大部分的骨头 已经去除掉了 它就是让你更好烹饪 然后缩短你的烹饪时间 而且把大部分的脂肪也去掉了 虽然它还有很多脂肪 烤完了之后 我觉得跟迪士尼那火鸡腿差不多 对 这个时候羊的后腿肉 讲究 黑血鱼 而且是品质非常高 你看五星期餐厅质量 这种冷水区是阿拉斯加捕捞的 它的品质是百分百在线的 最关键的是它是味增烟 对 它是用味增烟 所以它是日式的 所以这个已经完全弄好了 回去直接空气炸锅一烤就行了 出来的就是你去非常高级的餐厅吃到的 人家还有这个教程 对 它是一条的这种 论斤撑的 一磅是8块9毛7 它这一条是15块钱 这个和旁边盒装的区别是 盒装用的是中段 是最好的部位 而这个是一整条的 而且它后面是有鱼皮的 但是它其他都一样 也是用味增酱去腌制的 然后也是阿拉斯加 就是它品牌都一样 这不切那是切好的 对 所以家庭用的话 我觉得这个蛮划算的 因为它真的单价低了很多的 一顿一条 特别棒 顿时觉得自己蛮幸福的 这个是阿拉斯加的红鲑鱼 它的品质也是百分百在线的 是非常好的 是野生捕捞的 它出生在淡水区 然后生活在海里 然后再回到淡水区 它就是来回来去迁徙的那种三文鱼 所以它的肉质非常的紧实 人家是锻炼的品质 对 这个就是你去阿拉斯加看 熊吃三文鱼 吃的就是这种 这个就是普通的阿拉斯加雪鱼了 但是它的品质也是非常在线的 所以就是我们这边的 Business Center 卖非常非常多高品质的鱼 这一条是12块5毛9 它一磅才8块多 非常划算 这个我经常买来烤着吃 就直接烤 烤完以后蘸酱吃就行 什么调料都不用放 这个Business Center里边 它有卖这种牛骨髓的 就是这种牛大骨里边 它主要吃的是骨髓 主要是用来煮汤用的 或者用它炖菜 应该是非常的香的 一般家庭可能也用不上 为啥用不上 这一大锅 这得弄大锅 你就每次弄两块 然后跟白菜 土豆炖的一块 我直接买炖好的 螺子驴月马都歇了吧 把张先生炖了 你们也太欺负人了 Business Center也有卖 BBGO他们家的韩式炸鸡 而且它卖两种味道 一个是甜辣味的 一个是蒜香味的 品质还不错 你看它也是不含抗生素什么的 还是有机的机器 非常好 在奥兰多的Costco Business Center里 卖的亚洲食品 比 wholesale的亚洲食品 还要多 还要丰富 因为我们这旅行来的亚洲人 比我们住在这的亚洲人 还要多 素炒面是吧 Yaki Soba 这个炒面它是非常符合 咱们中式口味的 这个在普通的炒烤也有卖的 这能微波 3分钟就好 除了炒面也有炒饭 这个炒饭也很好吃的 对 就跟 wholesale的价格是一样的 不是 它有的产品还真不一样 就一样吗 对 虽然都是奥兰多 但是卖的价格不一样 这个就便宜 这个饺子现在10块钱一道 对 来一个 必须来一个 这是我家老麦最爱的 还有这零零的锅天 我们就不说了 因为哪都有 红油超手 找一个这牌子的红油超手 这牌子就是前两天 咱们推 wholesale里边虾饺 就同一个牌子 这个红油超手 我虽然没有吃过 但是因为这个牌子 我比较是有信任度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也还不错 你看它可以微波多好 对 它这种都是可以微波的 完美 这个素春卷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觉得我吃过 是在很多年前 它有这个爱的妈咪 馅里边有毛豆 再试吃一次 空气炸锅就可以 我们口味可能也变了 你才可以再尝尝 也是一样的牌子 它卖的这个是炸鱿鱼卷 它这是Panko的 这个Panko其实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日式的那种面包糠 就叫Panko 它更酥脆 而且大家可以看这个酱 是湿辣茶酱和Ali的 这个Ali可以理解为 蒜香味的美乃滋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辣味 是不是非常的好吃 你看出来是这个颜色的 靠谱 靠谱 这是Butterfly Coconut Shrimp 在美国的中餐厅里面 都会有的 对吧 就是那种炸的 然后外面是那种酥酥脆脆的 吃自助反正好多这种 不不 你就去普通的中餐厅 它也是卖这个的 小朋友非常喜欢吃 然后它旁边还有一个 也是Butterfly 但是它是Cruunchy Shrimp 它这个好像就比那个多一点 这是三磅子 刚才看那是2.5磅 但我更推荐这个Coconut Shrimp 我觉得这更好吃 这个清仓价 这是甜辣的炸虾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亚洲风味的 这个我们也买回去尝一尝 尝一尝 Cocon 卖很多这种半成品 我们其实都没吃过 对吧 我们熊这么不吃这些 它的升级速度还挺快 对 下面还有这个Tempa 就是日式的炸虾 天妇罗炸虾 这边Bitney Center的 亚洲食品是非常多的 强烈推荐 这个只在我们这 Bitney Center有 它是冷水区域的粉虾 就是在美国 还是野生捕捞的 对 野生捕捞的 因为它冷水区域的虾 它长得比较慢 所以它的肉质会更鲜美 都是高品质的虾 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我就拿一个吧 黑虎虾 这黑虎虾 是我们亚洲人最喜欢的虾 它就是以个头大 然后著名的 它的肉也是非常的紧直 非常的鲜美 这个黑虎虾在一般的 Hosawa是没有的 就是Bitney Center有 这是我今天重点推荐的 它就是在日本北海道 冷水区域捕捞的这种 非常肥美的扇贝 然后这个扇贝是全世界公认的 非常好的品质 很多高级餐厅都是要买这个地方捕捞的扇贝 也可以生吃 当然你生吃 还是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可是这个地方的扇贝 你生吃的话 可能你是愿意承担这个风险的 哇 这么好吃 28块4毛9两磅 我给你讲 龙虾尾 这个龙虾尾 它跟我们平时在Hosawa看到的区别是什么 它是冷水区域的 我们平时看到的其实是 就奥兰多附近或者是南美那边的 这个龙水区域的龙虾 因为它生长的比较慢 所以它的肉质更加的紧 是更加的鲜美 对 而且它的价格你看5磅 是116 非常非常划算 蚝油 李锦记的蚝油 这瓶比较大 最大瓶907克的两磅装 这是旧装蚝油 就里面是真的有蚝的海鲜的东西 它是9块钱 你在中国超市买不到这个价格 绝对买不到 就主要也没有这么大瓶 但这种小瓶可能差不多9块钱 万字酱油 12块7毛9 一加轮 这个不要着急 这个比Hosawa那大多 比Hosawa那大一倍 Hosawa没有这么大 大一倍我感觉都不止 但是朋友们 哎呀我天呐 这边是5加轮的 这是要洗车吗 这要刷墙 我看是 这别说腌肉了 这能把我都腌了 有点不太吉利 大家猜一下 这是什么油 香油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Costco的香油 就是法国小沫香油 这个比法国小沫香油还小 看倒不至于 反正一点也不差 就是这个意思 但是它这个价格 它这个价格就无敌了 这个是1.8升 14块钱 对如果您买到这个 你就赶紧买 这也能买到芝麻 这个芝麻装的比较磁实 比较磁实 一打开就漏 之前我还说能当沙水用 现在就是只能当流行水用 好嘞 这芝麻是烤过的吗 是烤过的 非常好 咱们之前跟大家说过 说这包装更大 那咱们就看看有多大 这个是咱们普通Hosawa的包装 这就叫正常包装 这就已经是大过了 大家可以看看这种不正常的包装 这个还大 这是多少磅 12磅 好嘞 然后还有黑胡椒粒 这种就是咱们平时在Hosawa看到的 所谓的正常包装 然后这边就有不正常包装 这是我们平时买的蒜粉 这是这卖的蒜粉 综合果干 就全是热带水果 翻石榴 橘子 还有百香果 这不典型的 哪的人都这么吃 对 它不就是芒果蘸辣辣椒粉吗 Chili 芒果 8块4毛9 要不要挑战一下 挑战一下就不必了 不能吃辣 罗旺子的辣的 就是酸脚糕是吧 对 酸脚糕 这个应该是又甜又酸 然后又辣 应该很好吃 旁边还有椰枣的 这个我不知道你们那边的 大蜜枣吗 是吧 椰枣吧 就是这个我不知道 你们那边的 Hoseout有没有 反正我们的Hoseout没有 但是Binney Center有买的 这种大椰枣干 大蜜枣 人家叫椰枣 你怎么为什么非得叫蜜枣呢 我就管这叫大蜜枣 再见大蜜枣 还是这牌子 他们出泰国芒果做的 软糖 软糖 这就是跟刚才那个是纯芒果干 这个就是加了芒果 芒果汁的 这个做成了Gummy 软糖 但是这不逆天 这个我觉得比较逆天 哈哈 这还是辣的 陶尔罗旺子 辣椒 它是Pish Gummy 加上酸椒 加上辣椒 就等于这东西 哇 有点想吃 为什么 有点想 那不太舒服的感觉 我也不想说了 这像不像咱们小时候吃的 妙角翠 这就是妙角翠 这个是9块钱 一箱一箱 我30包 所以你看给小朋友带 snack 是不是很方便 你都不用给他找包装了 就直接一小包 就让他带到学校去了 出门旅行也比较方便 对 然后你看这边还有这样的饼干 它也是一小包一小包的 流食都是这个节奏的 基本上就是一箱有好多 对 有小包装 它虽然是大包装 但里面那种小包装 这你们小时候怎么吃 我们小时候都是放在手上 现在老麦也是这么吃 九阴白骨爪 我就说你阴气重吧 36个 它是那种小包装 矮的那种品刻 然后三种口味的 这就是那种所谓的大包装 但里面是分装成一盒一盒的 这种小家庭来说 我反而觉得它友好 对 主要是你晚上吃零食 你要是如果吃像Custle Hoseout那种大包装 你很容易就吃过量了 这个你比较容易控制自己 到卡路里 然后我想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芭蕉做的那种脆脆的 然后它是不同口味的 每一个口味都很好吃 如果你们那里有这个牌子的话 你可以尝一尝 而且你们看还有Cheetos 不同口味的Cheetos 然后都是一箱有50包 但每一包都是那种很小的 64个 对 这一箱就是进货来了 看64个这个 Business Center的零食种类非常多 它有好多是在Hoseout没有的 就这个牌子我非常喜欢 36包一箱都是小包装 然后4个口味 我个人觉得每个口味我都喜欢吃 就是鼠巷 这个很好 这个口味我最喜欢 但是它有一半是这个 这是那种酸味的 就是有醋味比较重 然后这个是Hoseout Panjian的那种辣椒的 然后这个口味非常好吃 小龙虾吧 它是卡金 对 就是那个哪儿的那个小龙虾 路易三 对 对 咱俩到底谁说呀 然后我最不喜欢的 其实是平常的 它就平平无奇了 6个无所谓 吃完就完了 好嘞 忍一忍就过去了 好嘞 大家看它这个 8块钱24包 这个薯片是我们全家人的最爱 它是那种传统的那种炸的那种薯片 这一袋呢是 100卡 对 一袋100卡 21块 你也不会吃过量 这是我说的 你晚上想吃薯片 你就来一个这个 那我要想吃 而且算下来 它比这个Hoseout Panjian卖那一大袋 那还要划算一下 对 经典肉干 Hoseout Panjian也有 这个好处是 它特别香 特别划算 坏处就是说 一吃停不下来 它这个包装就这么一大袋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 而且黏糊糊的有一点 然后呢 我们其实最推荐的是这种 它这个衣校包 里边是独立包装 对 而且它这个肉干呢 不粘手 它没有那个酱在外面 干干的 吃起来味道不太一样 就我们现在更推荐的是这种 Cocca Bindy Center 卖的肉干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巨多 嗯 这应该是新品 我还以为是卖黑胡椒呢 这个就是黑胡椒口味的 草寺的牛肉干 这绝对是新品 哎 还打折 是这个人 你看他多面善 我相信他做的肉干应该很好吃 不是拿他做的吧 郑冠庄高丽参饮料 里边有大枣 姜枸杞 那不是高丽参 高丽参在这呢 哎 你不觉得这个饮品很适合你吗 我怎么感觉又要合出五块肉了 哎 正好拿这个东西跟刚才那个羊肉放一块 感觉还很滋补的样子 星巴克出的一种有椰奶味道 加加上水果味道的一种饮品 它里面也含咖啡因 但含量比较低 它主要就是一种果饮吧 你又可以理解成 然后他Bindy Center又卖了19块钱12瓶 我特别想来一组 但是我又觉得它的热量也不高 一瓶只有90卡 这个牌子之前是出那个椰汁的 大家都知道吧 然后你看它现在出了一个椰子 Coconut milk strawberry味道的 我觉得蛮适合 就是椰汁里边掺了点果汁 对 我觉得这个蛮适合给小朋友的 也是那种一盒一盒的 这边写着你活该 它是牛奶加上香蕉泥 就是可以理解为香蕉味道的牛奶 而且也是低脂的 相对来讲也比较健康 可以放在冰箱里 夏天的时候直接从冰箱拿出来 是冰冰凉凉的 也很可爱 你看它包装非常Q萌 给这位小孩喝 小孩愿意喝 我觉得是 但是老麦可能够呛 这个有抹茶粉 还有旁边的绿茶 这个是在Whole style都有的 带着装的绿茶 对 这种可以说及时的吧 对 这种就不新鲜了 这种哪都有 而且Binney Center 它卖好多不同种类的早点 都可以放在冰箱里的这种 换着样子吃吧 我觉得 哈根达斯怎么样 这一大盒是12个 12个卖9块5 一杯就220卡 走到底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冷库 冷库到底 咱们来看看这冷库里都有什么 都有雨泉吧 这Binney Center的冷库非常大 你可以理解为 Whole style的那种 在冰箱里的东西 它都放在一个大的冷库里面 然后那边是肉 然后这边是一些奶制品 还有一些半成品 熟食什么的 这个冷库非常无情 大家逛的时候 特别冷 太冷了 非常的舒爽 这个是粉色的椰子水 非常好喝 还特别像我在韩国超市 是买那种新鲜的椰子里边的椰汁 一模一样 相对而言 它的价格就没有那么的便宜 对 因为 但是它物有所值 不 它比韩国超市里卖 那个新鲜椰子要便宜多了 那一个就要4块钱 你能跟椰子比吗 它不是椰汁吗 椰子喝完了还有用呢 还可以当碗 当武器 三种知识连在一起 你看都是切成种小项 它这正好可以配饼干 大小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牌子 我强烈推荐 这是波特兰的一个牌 鹅勒冈 对鹅勒冈州的一个牌 这个牌子非常非常好的 都是非常高质量的牛 我妈去参观过这个牌子 他们家的奶牛农场 工厂 对 这特别好 这其实可以来一个 可以 蟹肉罐头 对 蟹肉罐头之前 我们也推荐过 用它做过食谱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 好像跟Holesale 卖的蟹肉罐头 还不太一样 他们这里边卖的 就是这种的 泡菜这也有 但是这包装呢 哇塞 大好多了 对 这比那个Holesale 卖的要大 这个好 牛仔骨 这个感觉品质更好 不知道为什么 它这里边还卖五花肉 但是这个呢 是不带皮的 还有这种带皮的五花肉 这种带皮的怎么吃 嘿 你这话说的 就配刚才那个印度那茶 我的妈呀 太冷了 还有猪肉馅呢 没点着 往在前面 不用不用不用 往前走 这有那个牛尾谷 这也卖牛尾谷 哎呦我去 这太冷了 太冷了 哎 这个水壶这么便宜吗 见过14块钱的电热水壶吗 没见过 而且你看还是自动的 这样事儿了 这还挺大的 对呀 5块5毛9 两个削皮刀 用半年扔一个都不亏呢 我感觉用一次扔一个都不亏 那倒不至于 非常的好用 非常的划算 14寸炒锅 12块钱 真的没有不粘涂层 就是那个炭缸 中餐厅用的 这种炒锅 11块5 12个餐盘垫 你看是这种质量的 看价格以为是一次性的 对 但实际上不是 这个在宜家 有一点像竹子的那种 对竹子 但是它其实还是塑料的 这种是可以直接扔到洗碗机里去洗的 这是12个 就是你去宜家买 你也买不到这个价 对吧 也得2块多一个 看这洗碗页 这就已经算大包装了 对吧 这普通的买 它就是这样 然后呢 5加轮 又是5加轮 其实我们两年前就拍过一次 Binnet Center 当时老麦小朋友还比较小 后来我们又让它搬了一次 大家就能看出身高的变化 打印纸一打是800张 它这个纸张的质量非常好 每一张都很厚实 吸水线也非常好 特别适合小孩拿来画画 做算考纸 反正干什么都行 做手工都可以 本来就是10块钱800张 就很便宜了 现在打完主要是8块钱 不到一分钱以上 这订书器是12块钱一套 有一个大的订书器 还有一个小的 这个是起那个订书钉的 然后还有一盒5000个的订书钉 所以基本上就够用了 这辈子就它了 所以CowCowBinnet Center 卖好多这种办公用品 是非常划算的 你的孩子如果上学需要的话 你也可以来这里买 这个牌子 非常非常好的一个牌子 8块钱24个 这个是双面胶 这个好像只在 Binnet Center我见过 就是Hoseight我是没有见过的 给大家推荐一下 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它一撑出来 它两面就都是胶 它不需要那种传统的双面胶 你还要把上面那层皮撕掉 所以这个对于小朋友来讲 就非常非常友好 强烈推荐 你那里如果没有CowCowBinnet Center的话 你也可以在它的官网买 好吧 这个是小朋友上学都会用到的 它就是那种透明的 然后你可以把纸放进去 边上有眼能穿到这个 对 12块钱 250个 在Hoseight我没有见过 所以我就说 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 有好多小朋友的话 你就可以来Binnet Center进货 这个是CowCowBinnet Center 独有的这种独立的小包装 一小盒一小盒 它这一盒就6片要 所以我觉得特别适合 我们出门旅行 或干嘛那种携带 像泰诺 这个是布洛芬 然后这是防过敏的 虽然是针对小型企业 但是不是对家庭也蛮友好的 对 防晒霜是这样的 就是它里边是24个 都是这种小的 我非常喜欢这种 这个就是带在这个包里边 夏天出去 就很方便 一个一个的 这有点像RMB&B 给客人用的那种 就送的那种 这个特别像 那个自动贩卖机里边卖的 对不对 但是我觉得家庭 如果你就像我们住佛州 就经常得用到这种房间 说话你买这种 我觉得很方便的 其实 你挑这洗手艺 Clear 就是Clear的 确实是 两个一生的 洗手艺 这种叫什么Clear 8块9毛9 真的 真的可以用一生了 这个我记得好像 有好景 之前我们在沃尔买 买这一瓶就要9块钱 现在它是卖两瓶9块钱 所以我们必须拿一个 因为我们家还是 洗手艺大户 对 好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爱你们 拜拜